马来西亚慈济幼儿园的孩子们 透过游戏一起学习简朴精神 小朋友一笔一画 汇出自己心目中的禁思堂 迎接慈济基金会51岁生日 北马四所慈济幼儿园 同时举办回归心灵的家活动 他们体验以前 师胎商人跟金舍师傅们 他们的生活 并了解金思堂每一个地方 都有着它的不一样的含义 这个就是今天回归心灵的家的目标 除了参观金思堂的每个角落 小朋友的午餐也跟平常不一样 翻炒过的隔夜饭搭配咸豆腐 体验正言上人与金舍法师 早期的客难生活 以前金思堂到哪里 吃太上人的肥肌 吃太上人冲料的时候怎样 还有浪费水吗 每次吃太上人冲料的时候 站在桶里面 为什么呢 他不要浪费水 他把他冲料的水 帮你把他洗掉水 同样的活动在南马的新山 小朋友则分成四组 各自有他们的任务 其实回到我们心灵的家 孩子们也是难得的 有机会来到这边付出 去帮忙打扫 我们请孩子们 他们动手制作竹筒 是可以让他们去更了解 整个什么是竹筒 了解它的意义 做好这个竹筒是怎样 要帮助苦难了 孩子们年纪虽小 但从这样的体验中 也能明白一日不做 一日不食的精神 因为和时代上人的生活 就是这样 如果没有做一个工 就不可以去饭 他的施工发自家 一粒钱都不饭了 一趟心灵之旅 孩子们的小小心田 已经种向善念 未来也都将成为社会东凉 大约新闻 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